我是一条鳄鱼 一条中国独有的鳄鱼 一条最温顺的鳄鱼 因为我们主要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杨子江 所以人们叫我们杨子 我还有一个很难写的名字 大家跟我一起念鸵 你看咱们这身板 这要合理 这死亡旋转 前面老子的爱头 非得告诉个余思王婆 你在守他 如今我和其他一千多个伙伴 在湖州长兴县安了家 它也是远古生物的 活化石 羊蛇在很早很早以前 跟那个恐龙一个时代的 你这活到现在没变过 对 好嘛 感情咱们这把祖先给养起来了 本尊是鳄鱼界的小可爱 据专业人士分析说 一只成年杨子鳄的战斗笛 可以干过一只大鹅 还能全身退 秀宇秀宇 羊蛇它主要生活在那个长江的中下游 但是呢 其他地方都没有了 有什么原因呢 那可能就是生态 一个生态的保护 一个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 鱼区建设呢就是什么呢 没有大的洪水 没有大的洪水 不能接通了 不能接通了以后 鱼自然的流下来了 我们真正是保护区成立 我们是七八年 批下来呢 我们就是民办工作 第一个保护区 民办保护区 我们这里的洋子 就比先程的洋子 宣州 就宣州 安徽宣州 它是国家级的 但是我们的洋子 比它的洋子也珍贵 对我们这个呢 就什么呢 就自然的 要自然保护区 就是自己生态 自己虎化 虎化以后 自然放归 全自然 喂 学校 上班了 那坐下 不能 不仅仅我们要保护它 它不会咬我吧 不会 它很亲民的 你看 你很欢迎客人 你来的坐下以后 它马上就过来了 我可不希望它过来 你不用欢迎我 谢谢 我请随便 我知道很多人 对我都很好奇 所以我也收集了一些 常见的问题 洋子恶能活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 洋子恶的成熟期 就八到十岁 最迟到十二岁 洋子恶的成熟时间呢 可能就是六十年到八十年 会这么久 对 和人几乎相差不多的 洋子恶是不是也有三公六院 还是一夫一妻呢 其实它很丑陋 但是它很丑陋 但是它很专一 可能比你要专一的多 我现在的女孩子手都没拉过 没拉过 这个又不行 这个又不行 没拉过也不行 也不行 那怎么行呢 洋子配对了以后 它跟哪条洋子 它是一对 就是一对了 就一辈子又不找别的了 不找别的 哪怕它在外面 就像小帅哥一样 在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也回到家里去 它也是这样的 男人嘛 对 它母的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为了繁衍后代 和谐社会嘛 和谐了 对 鳄鱼皮的包包卖得可贵了 是不是养鳄鱼也特赚钱 像我生日他都知道 哎呦那里有洋子 我们要保护他的 但是我们车里没有一家企业 没有一家 没有一家 因为什么呢 它对环境的要求很苛刻的 因为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 可能他们在那个发展经济上 他们走前一步 他们那个 我们的就是什么呢 没有 几乎是 在这场经济效益的 这一点没有 那时候我们的先辈们 就是 就是 没任何诽谱 而是默默地付出 为了什么 为了保护养者 那我们现在把它送出去 不保护它了 我们搞发展 对得住仙人吗 对得起他们吗 但是您这样保护它的话 赚不着钱 您对得起子孙吗 但是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来发展经济 并不一定是用养子来发展经济 从最初的自发性 抢救性保护 到我家族的兴旺 已经过了五十年 你与我庇护 我便希望能与你安宁富有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下 我们更应该的把它保护好 发展好 让我们的后背更知道养子 我也希望大家就这么的 共同地来保护养子